2001年 刘鸾雄面对肆无忌惮的甘比破口大骂 但没想到15年之后 刘鸾雄会心甘情愿奉上700亿 成为甘比的群下之臣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 到香港商界的顶峰女富豪 甘比的向上之路非同凡响 而达到顶峰的女富豪甘比真面目 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对待刘鸾雄态度冷淡 更是一口气花掉了200亿 即便如此 刘鸾雄依旧是甘之如意 甘比自从和刘鸾雄在一起之后 甘比就一直贴心照顾他 刘鸾雄的身边一定少不了 甘比的搀扶和陪同 然而在去年年底 媒体拍到两人同框时 甘比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搀扶着刘鸾雄 而是自己单独走在前面 直接上了车 刘鸾雄在后面拄着拐杖 走路摇摇晃晃的 艰难地坐上了车 这件事情在网上曝光之后 许多网友也说甘比和刘鸾雄 没结婚之前一直都伏地作小 现在竟然连装都不想装了吗 之前在拍到甘比带着女儿 在一家蛋糕店就餐 母女两人身边竟然跟了六名保镖 前后包抄 这阵仗是真的大 甘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成为刘鸾雄最后一个女友呢 还让刘鸾雄如此大费周章的保护 甘比进入一家报社当了一名娱乐记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狗仔 而那时候甘比的长相平平无奇 放在人堆里也丝毫不起眼的那种 但是她的工作能力却非常强 甘比当记者期间 爆出了许多其他狗仔 都没有蹲到的事情 比如香港富商李嘉诚的儿子 曾经和自己公司的律师在一起过 两人分手之后 也传到了一众娱乐记者的耳朵里 都想要蹲到这两人的传闻 是否是真的 随后记者们找到了这名律师林慧仪 当时林慧仪被一众记者跟拍 坐在车里一直哭 头发也挡住了脸 让记者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拍到清晰的五官 但是只有甘比靠近车子 把手伸进了车窗里撩开了她的头发 林慧仪的脸也露了出来 跟拍的记者们都拍到了林慧仪的哭泣的样子 然而第二天登上娱乐新闻的 不仅有林慧仪的照片 还有甘比作为一名记者 竟然伸手撩开林慧仪的头发 这个举动也让她受到了关注 她采访过的明星许多都和她成为了朋友 因为甘比情商很高 会看颜色 各种性格的明星都能应对过来 就连周星驰也对甘比颇为欣赏 有一次采访时 甘比还被周星驰捏了一下脸 然而甘比作为一名记者 爆出的大瓜也是一个接一个 她的业务能力也让 而香港富豪刘鸾雄不仅做生意比较拿手之外 她在换女人这方面也是非常得心应手 所以许多记者也都想要采访刘鸾雄 从中获得一些新量 但是刘鸾雄身份特殊 地位又特别高 脾气有一些古怪 所以刘鸾雄很讨厌这些娱乐记者 在偶然的机会下 甘比采访了刘鸾雄 甘比当时把相机都快要凑到刘鸾雄的脸上了 让刘鸾雄心中十分不爽 问他为什么要离这么近 而甘比却凭借自己的超高情商 巧妙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并且也给刘鸾雄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两人也相互吸引 渐渐的刘鸾雄也被甘比拿捏 甘比从一名娱乐记者 到刘鸾雄的私人助理兼记者 在后来成为了他的女友 地下恋了整整十年 大家都说甘比非常能忍 而他也用异于常人的忍耐性 一直在刘鸾雄身边陪伴着 最后终于熬出了头 有了名正言顺的名分 成为了大刘的太太 当时刘鸾雄先看上了港姐冠军李嘉欣 刘鸾雄从来不吝惜自己的钱 李嘉欣刚刚出道实演了不少女主角 因为其长相太过美丽 香港许多有钱有势的人都在追求李嘉欣 刘鸾雄也不除外 但是刘鸾雄追人的方式也非常的粗暴 就是花钱 在听说李嘉欣所住的房子太小的时候 直接就送了价值八百多万的豪宅 衣服首饰也是从来没有断过 但他并不是只会一味地砸钱 他也很懂得吸引女人的心 而此时李嘉欣已经开始认为刘鸾雄会娶她 但是她还是太天真了 没过两年 刘鸾雄就和关之林 蔡绍芬等人成为了相好 还替蔡绍芬还了家里母亲的赌债 前后将近帮蔡绍芬还了将近一个亿 而蔡绍芬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她非常的感激刘鸾雄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借此上位 当时刘鸾雄和保永勤还没有离婚 而保永勤也颇为欣赏蔡绍芬 因为她识大体 也知道分寸 可以陪伴刘鸾雄出席许多社交场合 反观李嘉欣 却想要试图挤掉保永勤 还曾经给原配打电话 出口就是脏话 保永勤当时并未理会 在刘连雄接到电话之后 两人开始打情骂俏起来 也就是这一次 彻底让保永勤伤了心 后来刘鸾雄还和洪心 王颖书等在一起过 但是王颖书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好闺蜜吕立军 竟然背着她和刘鸾雄也搞上了 自此之后 吕立军也成为了大刘颇为高调的一个公开女友 两人一起参加社交活动 还多次参加家庭聚会 但是却没想到一个平平无奇的娱乐记者甘比 在成为大刘的助理之后 在他身边折服了十几年 最后却成功上位 成为人生赢家 大刘选择甘比的原因 刘鸾雄身边曾经有过数十位绯闻女友 每一个都让刘鸾雄付出过精力和金钱 刘鸾雄对甘比也非常好 在当初追求甘比的时候 他为甘比的家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和生活 他把所有事情都为甘比考虑得非常仔细 而甘比也觉得他已经离不开刘鸾雄 所以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从来没有闹出过不好的新闻 这也是他能得到刘鸾雄信任的根本 而且甘比为刘鸾雄生孩子从来不邀功 两人生下了三个孩子 他也基本上不向刘鸾雄伸手要钱 在刘鸾雄的认知中 他说 甘比就是我最后一个女人 她令我非常的感动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我 所以说甘比当初一心一意地为刘鸾雄付出 而现在她也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终于直起了腰板 也有了女主人的姿态 不像当年那样软弱 也不再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小白脸 但是甘比却能凭借自己的手段 把吕立军从刘鸾雄身边挤走 也可以说明甘比也是有一定手段的 前些年 刘鸾雄把原配宝永勤孩子手中的资产 都转移到了甘比的名下 占了整个华人制业70%的股份 而几个孩子现在都还小 所以现在都有甘比代管 可以说现在刘家真正的掌权人 已经成为了甘比 这也是现在甘比为什么如此硬气的原因 谁也没有想到 身边从不缺美女的刘鸾雄到最后 竟然会选择甘比作为最后一个女人 所以说豪门中真的没有爱情吗 也许是有的 但这也能说明甘比会给自己铺路 现在成为了刘泰的甘比 也颇具正方的风范了 端庄大方 还经常以刘鸾雄的名义 做慈善和公益 凭借着自己的超高的情商和智慧 笑到了最后 成为了人人都羡慕的香港女首富 只会去大刘鸾雄 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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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佩